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洛杉矶国际机场 它的代码叫做LAX 就是三个字母 是美国最大的机场之一 但是呢这个机场 我第一次来这个机场是1986年还是87年 那个时候觉得这个机场是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从现在来看呢 这个机场已经有些落后了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机场 因为首先我在洛杉矶住了很长的时间 这个地方差不多就是一个家的感觉 那么第二个是这个机场不断的在更新自己 那个有很大的进步 那个我现在站在这个机场的这个二楼的这个餐厅 我们看看这个机场还是整体来说 设计的非常的非常的舒服啊 并且呢它有一点呢就是 它的人不是特别太多 当然今天有些特别 今天是美国的劳工节的这个周末啊 9月3号 9月4号 9月5号就是劳工节 所以呢整体来说是人不算是太多 它平时事实上人也不太多 这个楼上大概有五层吧 我想这个五层楼呢也就是他们这些贵宾厅 要等等这些设施 我稍微要说一说就是这个国际机场 它事实上它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扩建的问题啊 因为洛杉矶现在的人口太多 航班太多 而七个机场里面它只有这个是最国际的机场 洛杉矶一共有七个机场啊 那么所以呢现在是的确是有些扩张的问题 但是周边的居民不同意扩展 所以呢现在还是不够用的啊